Alexa 明天經典杯 上次涉恩搏掉的 贏了的勁搏 不過上次是冷門 這次還值不值搏呢? 贏開會贏就是會贏 這次也是要搏的 但說起搏 金槍六十增情 蔡前科黎地集一般 他能不能搏? 一向金槍六十四集一般 不過當然要問基哥 想談談這些全城熱話 待會節目見 各位朋友 明天有馬跑 明天這十場賽事 你知道又有草又有泥 更加有全城的熱貌 究竟新馬王和舊馬王 怎樣比較? 還未抗過 這次喜相逢 每個人都已經在搗盡情沉 在輸倒 究竟你捧哪一隻呢? 所以明天都很精彩 預期 還有打比預賽 打比這麼大件事 這次有很多 很多的新馬王拳拆掌 這四歲馬系列 所以明天真是大賽 還有什麼特別呢? 要問Kitty 明天三場大賽都在草地舉行 不過另外有三場泥地的賽事 草地賽事採用A加三跑道 另外3T有多寶 上次中不完 繼續掘金 3T有1200萬多寶 第三口孖T都有105萬多寶 另外看看退出保證碼 對上一次A加三難 1月24日 跟前後上都行 不過真的要貼到難 跑高很多 至於停賽騎士方面 陳家希、黎海榮和莫雷拉 雷神就復出了 明天大賽當前 大家磨拳拆掌 三場大賽都有勝出連馬屎 給大家玩 至於明天大賽方面 我們就和大家研究第四、第五和第十場 先來看看第四場 四班1800米 經典杯的徒程 這場賽事的形勢是怎樣 第四場 3T頭關 我覺得很複雜 1800米 其實上次爆冷的就是巴基之有 今次會不會繼續爆冷 排了12檔 當然複雜才是3T 複雜在今場都不知道什麼馬走 巴基之有12檔 是不是真的逼著搶出來 基哥 複雜也要量度一下 一千多萬 複雜 真的滑身連財 可以 複雜也要量度 專門拿出來量度 這隻巴基之有 上一次可以說 看得到健康情況 好像回來了 這隻馬可以放在前面走 它排外檔 我看它一定都是放在前面 會不會帶頭呢 就要看看其他的馬 不過沒有人帶嗎 它都照樣帶頭 我看 還有呢 會放在前面的馬 其實就不是很多的 可能這些這樣的 天賦威力 都沒有什麼人走 它可能會走在前面的馬 南海策略 都一向都不會走在前面 聽博文說 帶頭 一見慶心 以前是帶過頭的 不過上次樓後的效果不錯 有兩腳衝上來 所以這次我看它 都不會帶頭 所以這場馬 都是傾向比較慢的捕捉 巴基之有 是賺到一個捕捉上的優勢 可以這麼說 那慢捕捉 鬥爆了 其實軍威鎮 上次都找潘頓 捉住這隻馬來 打算爆 大可惜 氣管多血 但之前都爆得不錯 這隻馬 老實說 我已經幾乎 小時候不再貼它 不過我們看神操的人 看馬的人 有一件事 沒有人發 不只是我的 每個人都是 那頭說 戒了五馬 斬手指 不是這隻馬 到時他弄了兩貨 鬼火這麼漂亮 又多一獨 看它的刺濁又這麼好 計算它 如果漂亮就行 於是乎又落雜了 是這樣的 周而復始 斬來斬去的手指 都斬不完 這次又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 你比較它 試一些大閘 它確實有點不同 季初這隻馬 都是來地試過閘 你知道 跑千二 它根本沒有東西給你看 根本 所以 但是你看看它怎麼試閘 還有近期 你看看這隻馬 又怎麼試閘 同樣都是千二 這個呢 就是季初的了 這隻馬 是沒有前縮的 是 沒有前縮的 你看看 在後面 拐也不動的 真的拐也不動的 有眼睛的 有眼睛的 你看看它 直接跟不著的 回到來 在季初 近到終點 都是一直拐著的 你看看它 其實兩步 但是沒有怎麼改變位置 你看 差不多 因為千二太短了 但是 過了終點 過了終點 差不多了 才慢慢 有一點點 好了 這個就是近期的 又來一個集 都是那個人事 這次呢 是不是不同 不是落後 你看 不用太大力推 你看看 不是很大力推 你看看 很輕手 好了 回來直路 怎樣呢 都是在尾部的 輕手 都騎兩步 少少 和有反應 順勢 都不是大力騎 你看看這些 順著這樣 隻手 動一下動一下 嘻嘻聲上去 你看 你看 很明顯 好 接著是復課 偉達 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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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王 跟他拍著 開邊那隻軍威鎮 真是有火氣的 那隻馬 無水不用說 他是那些 立合領的馬 到埋門這一課 你覺得那隻馬 真的有活躍感 所以就下多次回答 沒有說下回答 是今天推回 還有一隻手指 還有一隻手指 還沒斬完 這樣也要 哎 拆船也要上的 有什麼辦法 是看到這樣的東西 就吸引你了 這隻馬 他上一次是怎樣的原因呢 我想 做得對還是做得錯呢 不需要我們想的 練馬斯是懂得想的了 他新做練馬斯 有哪些地方出錯了呢 他應該不斷地修正 我估計這隻馬 今次 他應該做回正很多事情 還有出賽的時段 復課之類 我都看到事情 不過我懶得說這麼多 這些專家 練馬斯才是專家 我們不是專家 看看他做得對不對 不要說我先賴 對手方面 上次跟你說的 巴基之友 真的有起飾 不是開玩笑 健康狀況 這馬斯是長途馬來的 到這個階段 已經這個年歲了 只要健康一正常回 跑長途 十歲了 1800 看看他上次怎樣跑 同場還有天賦威力 翡翠綠和皮具之星 這一場前面都挺快的 巴基之友咬住三四位 二疊的位 其實他在這個位 大概已經彈了出來 旁邊遇風超影 都改一改的跑法 稍留一流 追著他 但是接近不到他的 很大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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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改變位置最多 後面還有一隻馬 都騎出一條直路的 不要說他乱乱乱乱 那隻粉紅衣那隻 皮具之星 是啊 拍照他在前面 就戴的後面 安逸寧靜 跟著他 因為他比較噁頭 所以馬定基一向都有 很大埔的那隻馬 你知道嗎 不斷爛 長途馬來的 翻步比較慢的 他贏千六干 你都說他根本是增情 應該這樣 到今時今日的健康 正常了 很正常 操練了 這些馬 他是不會縮沙的 省招牌 這些馬 讓你贏回 對馬房的分數 差很遠 所以繼續這樣做 所以 三課看下去 都真是很活躍 那隻馬 很醒神 埋門都負裂馬斯 親自跳 現在負裂馬斯 比較少跳馬 其實應該找他做膽的 不過那些心魔 沒有辦法的 因為那隻好分很多 溫威震 是不是這樣說 這隻很熱 這隻很熱 還有那個檔位可能有好一點 那隻二檔 這隻十二檔 巴基斯有個檔位 對他沒有影響 外檔沒有所謂的 他都沒有快馬 那些長馬 還好跑 你如果 我找找陣陣 三T 一演三明有份就行了 你拿這東西做膽 我都不反對 不過我現在 介紹的就是 介紹冷的行鮮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馬 就要想 你知道 編得做三T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中 我覺得 有隻海島才子 都要研究一下這隻馬 這麼新的馬 也都贏過這麼容易 給你看 這次配備 改一改 脫了眼罩 即是說 曾情脫眼罩 是對的 這隻馬 你不要看輕它 看看這隻馬 怎麼跑一下 那次 看回上場 跑1600 這次又跑1800 見到其實這一場 超好日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傷心 在前面放得很快 海島才子 就咬著二跌 前面 他都一路望空 後面黃黃地色三 就放頭的黃寶 雖然你看到 他在這裏 就已經停了 但是 蝕快步速那隻海島才子 其實都沒有下風 之後黃寶 蝕完快步速之後 接近的第四 回來這麼多 埋門這隻馬 跑了那場之後回來 你看那些走勢 很明顯的馬 爽勁的 23個幾個拉斯 你看它動 按住 又不是急我這隻馬 但是跑上來 那些步資 你都看到明顯的 所以這次 用過梁家俊 這輪你知道 廢哥 關照他 這個 這個 正在走運 準備做第二任爸爸 當然要穩定 買奶粉錢 是不是這麼說 所以 這輪騎馬又很賣力 所以 海島才子 一縮一躲 沒有眼罩 就好跑一點 跑到增淨 那些拉斯 你都不要看輕它 還有這隻馬 都減分減差不多 雖然這隻馬 演出很失望 但是狀態是漂亮的 我們看回那隻尖子 看回他跑千八米 貴初一點的長次 133長次 那時候 其實早段 這場的步速 不是很快 但是你看到它爆下來 挺厲害的 前面 美麗天使上到三班都會贏 對 不夠跑的 好了 這輪都做完事了 這隻馬也都很精神 走過 你看看它 打起頭 很神器 那隻馬 單跳會弱 賣門還會弄多貨拍跳 就是這一貨 做東西 那隻電信巴打 那隻電信巴打 很聚首 三萬下 肯定這隻馬的狀態 好過鬼祖 還有這些馬 這次背得這麼輕 綁 都不同的 可以說 幫到它 也都 跑到這個階段 背得這麼輕 綁 波仔 你知道 跑馬也有些 冷冷的 零射精神 是的 所以我覺得 這隻馬應該是加入考慮的 波仔 如果騎中來檔的馬 找位就會比較好 是 我們看看這場選了什麼馬 選了4號 郡衛鎮做膽湯 5號巴基之 有8號的海島才子 還有14號的尖子 4號湯 5號 8號 14號連贏位置 共六柱